果果 小白 开门 小白 快点开门 果果 醒醒 果果 果果 你不能进去 你放开我 我求求你 你不能进去 你不能进去 你放开我 你不能进去 你不能进去 你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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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白 你看我够了没有 小白 你看我够了没有 你还嫌不够乱吗 你还嫌不够乱吗 还想怎么样 有完没完 我求求你 你 你的 是我错了 你现在抢救下来 你不要停乱 我求求你让我姐姐 更难一遍 我方舍不舔了 你这个时候来救我 我要 你早干吗去了 你不是要失忆吗 真真失忆的结果 就算有天大的委屈 就不能将就一个晚上吗 你们吵什么吵 影响别的孩子休息了 我的孩子怎么样 我求孩子的妈妈 听医生说了 冷静一点 冷静 孩子虽然现在已经没事了 可是我也得提醒你们家长 这每年啊 婴儿意外死亡案例当中 窒息死亡是最高的 所以你们当家长的 可得注意点 尤其是你这个当妈的 白天工作忙 晚上要是累了 那其他家长 也得帮个忙呀 谢谢医生 那我现在可以带他回家了吗 孩子没事了 你可以把孩子带回家了 谢谢医生 好 过来 果果没事了 别哭 别哭 妈妈 有时妈妈不好 妈妈带你回去好不好 没事 妈妈带你回去好不好 别哭了 赶紧回去吧 我来 不用了 这个样子又别逞强了 我来抱抱 没事了没事了 果果乖 没事没事 跟爸爸走 身为男人 身为丈夫 一鹤就一点责任都没有吗 身更半夜的 赌气就跑回来 把小白一个人扔在家里 你知道小白今天 刚刚出差回来呀 她能不累吗 还得照顾孩子 天下有这种道理吗 这都是她自己找的 给她找的工作期限她不去呀 这个家里面是缺了这份工资 还是怎么样 幸亏果果没事 要是果果有事 这个家就被她毁了 被谁毁了呀 你这话说得也太难听了点吧 两个人过日子 就不可能是单方面的责任 孩子 是女人一个人责任吗 小白累死累活的 又要工作 又要照顾孩子 你这当爸爸的 当得也太容易了点吧 你说这话 我倒是不愿意听了啊 你们母亲俩总把责任 推到一鹤身上 我看你就说猪又模仑心了 竟给小白灌输你的什么 歪理邪说的 什么事业呀 价值呀 当好妈妈 当好妻子 就没有价值了 要是这样的话 这个世界都乱套了 别吵了 你看她都进去了 不行 这事必须摆持清楚 今天这个问题不解决 到了这个时候 你还光想着工作 我瞎说的吗 你看看 你看看你的女儿 现在被你关成什么样呢 你看看 你给我 买这么多监控干什么 你是要逼死自己 还是逼死孩子 你给我小声 你快别说了 不到这个地方 还有什么可玩 现在就跟他们坦白 我们已经分开了 完了 小白呀 小白 你主意怎么那么大呀 当初妈就不同意 你结这个婚 你骗我 你骗我 你现在可倒好 离婚这么大的一件事 你就瞒着我 你眼里还有我这个妈妈 妈 我错了 妈 你身体要紧 你不要这样 妈 妈 别生气 这个世界上 我就只剩下你和果果了 你现在就觉得难了 你以后的路怎么走啊 你是不是想一个人 带着果果走妈的老路呢 你知道吗 人这辈子很长 妈能陪你走多长的时间呢 你今后的日子 都得靠你自己啊 离了婚 连个房子都没有 不行 我不能让你和果果 住在租的房子里面过日子 不 我打电话 我打 我打电话 妈 我打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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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打电话去卖房子 我打电话卖房子 不 你 小白 你 你可以跟果果 去到西安呢 跟着妈妈回到西安去 回到西安好不好 好 你还不到三十岁呢 这样你可以 可以去找工作 去应聘公务员 在西安压力没那么大 妈可以帮你 好 好 我都听您的 这次我都听您的 你知道妈妈 谢谢 谢谢